你好 歡迎收看想世界 我是黃慧玲 雜誌不只是雜誌 它是時代變動的觀察點 也是前瞻社會的先驅者 在臺灣有很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好雜誌 因為我們有專業雜誌人 為我們提供非常多元的 看社會 看生活的角度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創辦 Shopping Design 當然還有小日子的總編輯黃慧榮 跟我們分享做雜誌的甘苦 慧榮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實我們知道今天要訪問你 前兩天飯箱倒櫃去找出一張照片 是四位在臺灣很具有代表性的 當時是年輕人 現在是中年人 你們在屋頂上拍了一張照片 這件事情我們從那本書開始談起好不好 在臺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 那本書是1998年的9月 是我們那時候五個人 五個人起出了一本書 然後那張照片是在隔了12年之後 2010年 五個作者裡面的一位 就是現在在上海定居的徐允斌 他在台北結婚 然後那時候正好我的好朋友之一 就是攝影師陳敏佳 他有一個拍攝計畫 他希望把我們每一個在台北生活的人 到他工作或生活的屋頂上面去拍一張照片 那因為那樣的話的地理關係跟城市的關係會蠻有趣的 對 所以那天大概是我們一百個理由 因為我們從1998年出書之後 對 那時候我們大概都是30歲 後來因為我們隔字都做所謂的 在文創產業的不同角落裡 你舉例來說 姚瑞宗是前衛藝術家 然後馬世芳是月平 然後光達那時候在出版社 那我在廣告圈跟雜誌圈 那遠斌在從事一些企劃工作 所以大家其實隔字都在隔字的角落 去掙扎或者是逃口飯吃 那後來隔了 你太客氣了 搞了十幾年 然後後來那時候 敏佳要拍這個計畫 所以我就說 剛才有這個緣分 因為我們大概就像那種 其實60年代 70年代 在歐美有很多那種 出了幾張專輯 不錯的搖滾樂團 可是不是每個都可以像滾石唱片一樣 後來還那麼去世界巡迴 那我們大概就像那種出了一兩張 還蠻酷的 也讓一些人覺得很屌的 因緣際會 我們沒有繼續再走樂團的條路 那我們後來就隔字去做 所以那張照片某種程度 它記錄了我們一段青春 然後因為其實100個理由 這本書在98年那時候 還蠻紅的 我就說還蠻紅的 是 那時候我在架上 看到那本書其實是很驚艷的 因為它還蠻窘益於我們過去看 書的這樣的概念 它還蠻像一本雜誌 對 因為其實這樣說 很多人說書跟雜誌的差別是什麼 具體來說 雜誌就是它有不同的版型 所以你每一頁在翻閱的時候 有不同的喜悦 我們其實挑了100件事情 然後透過某種我們有偏見的分類 舉例來說 通常在介紹一個城市 我們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平常愛看的旅行指南 通常就是食衣住行遇熱 那時候我們很刻意 絕對不能這麼做 所以我們大概有酷墊 有可能有一些哀傷的 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透過各種各樣的分類 然後集成這100個 所以100個點子 搭配100個不同的照片跟版式 呈現出一個不同的風貌 所以100個理由 所以後來我回想起來 1998年那時候我們做這本書 其實是我們想要做 像雜誌那樣的東西 可是因為那時候太年輕了 也不太懂商業操作 所以就透過大塊出版社 我們就出了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現在覺得 那是我們青春期 一個很重要的回憶錄 對 威榮剛剛講到 有偏見的去挑選 我覺得有偏見這件事還蠻重要 代表了你要編輯的時候 你的觀點的態度 然後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後來你是怎麼踏入雜誌圈 這個很有趣 其實這樣說吧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人想雜誌 都想這個就是 例如說老一輩的人都會說 你要做個很商業的 或者說要去救國的 可是其實你回應到歐洲或美國或日本 他們在想雜誌 他們講的其實叫Special Interest 叫做特殊的興趣 也就是說其實你雜誌 是要對應到一個特別的群體 那你要跟那個群體對話的時候 你要有自己的風格跟意識形態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在2006年 我在巨師文化的時候 我參與了 Shopping Design這樣的設計雜誌 誕生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 前兩年 台灣已經有兩本很重要的雜誌 在2004年的時候 就是城邦集團的La Vie 跟包一鳴包卿人卡所創的P paper 那時候我們其實在設計 整個來看應該就是說 台灣在2000年之後 設計這個議題 被這個社會開始高度的重視 不管在產業面 像台灣那時候的IT電腦產業 從本來的OEM到ODM到自創品牌 乃至於消費者的話 我們對於 我們要怎麼挑一些有品牌的家具 歐洲 美國哪些奇特的設計師 我們有高度的好奇 要有設計感的 所以那個時候 城邦的La Vie 就鎖定叫做美好生活那一方面 那P paper 因為包一鳴在國外受教育 他覺得說 能夠把國外的設計知識跟設計專家 介紹到台灣來 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如果要在這個 一樣做設計雜誌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一些 台灣本地一些設計的環境 跟一些設計的偏好 跟設計的場景 所以我們就大概 從La Vie跟P paper中間找到一個我們自己的角度 這也就回應到你說的 其實我覺得做雜誌 如果你沒有偏見 基本上是很難生存的 因為讀者就是希望看到 你有不一樣的想法 你有一個不一樣的圖文整合的呈現方式 可不可以跟我們提一下 因為Shopping Design其實每一期的封面 都讓人家很驚豔 你怎麼去發想封面的這個故事呢 帶著總編輯的偏見來告訴我們 黃瑞隆怎麼想的 我們那時候做Shopping Design 其實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老闆 張偉雄 詹大哥 他都會很要求說 你要做一個好的視覺 好的視覺就是 當然你一看就會被震撼到 那更重要的是 他傳遞了訊息 也傳遞了感情 這就麻煩了 舉例來說 像我們那時候去宜蘭拍 黃申遠建築師 跟田中央設計群的那些夥伴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就可能在他們漂亮的 假設他們有漂亮的辦公室 對 請他們的人 穿了很正式的服裝 跟他們的道具 比如說模型 這樣就拍一張照片 也許就OK了 對 尤其他們那個商業雜誌 都喜歡拍那種這樣 對 之類的 然後 成功人士 例如說可能建築師 在他一個很雄偉 很得獎的作品裡面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去宜蘭的時候 我們跟他們互動 做了前期採訪 就發現說 他們是一群跟他們的在地環境 有高度連結的一個工作團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攝影師陳敏佳就突發奇想 其實也不能說突發奇想 應該說 他做了嚴謹的觀察 跟現場勘察之後 他決定在那個 他們事務所後面的那個天 他拍了一張他們的合照 然後那時候當然 我們很多台灣的人拍合照 就是一群人亂成一團 然後那邊畢業 對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如果要拍出一個團體照 他必須要有個所謂的 我們雜誌堂講叫骨骼線 也就是說創辦人跟主要的行政主管 跟比較資深的設計師 跟不那麼資深的設計師 跟工讀生 他必須以某種程度做區隔 並且以一個好的 layout 呈現在畫面 對 那個就是 你剛剛問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呈現一個叫做 能夠傳遞訊息 並且動人的視覺 對 這是我們要 大概想每一期雜誌封面 都會去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讓我滿足一個 非常長久以來的好奇 就是我當年看到這本雜誌的時候 我非常好奇中間這隻小狗是怎麼 站在這個田梗上 我覺得這小狗 對於這整個版面 有一個很可愛的亮點 對 因為其實我們 大概有去過黃申遠 田中央建築師事務所的人都知道 這隻狗是牠們的一份子 對 就是你到門口大家就可以忘 真的不能忘了牠 對 牠不能攻擊你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們想要幫牠們拍一個團體照 那做這件事情 那牠們也很自然地就說 如果可以的話 牠們希望這隻狗也能夠入境 那很幸運的就是 因為我們的攝影師陳敏佳 牠其實牠自己家裡有養狗 牠自己對動物 牠可以跟動物打成一片 那其實我常常說 像做這樣的一個視覺執行 我通常都提供一些點子 我就跟牠說 我希望牠能夠跟在地環境結合 我希望這些人以某種方式出現 可是真的執行去攝影師 去跟牠們的攝影團隊 所以當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陳敏佳 他透過了牠們的talkie talkie 叫每一個每一行的人 去站定了位置 然後請那隻狗 說你現在可以不要動一架子 那牠們因為牠們有養狗的人 牠們跟狗 可以有一個語言去打動牠 或讓牠知道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完成了一張 這張其實算很溫暖的一張照片 很像聊天的時候 他們放了江蕙的一首歌 《愛做夢的雨》的那張專輯的歌 我覺得那張專輯給了我 極大極大的靈感 就是說其實我都很鼓勵 做雜誌的人 一定要多聽很多不同的音樂 多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或各式各樣的影集 就是雜誌當然也要看 可是千千萬萬 不要只看雜誌 我也看到你們另外一集 還蠻令人驚豔的 就是在你們跑到一大堆的馬 跑到了謝宅去 報導台南的這個很特別的 民宅改成的民宿 對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你們究竟是如何完成這樣一個創作 因為它其實 它有各個角落 然後它也有很多動人的故事 那個案子是2009年的10月看出來了 那個時候大家回想一下就大概五年前 那個時候就是臉書還沒有那麼紅 但是部落格已經大型起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的雜誌工作者說 我們那時候我們最大的敵手 其實不是我們同樣放在雜誌架上的 同類型雜誌 而是那些無孔不入的部落客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去訪問謝宅的時候 他大概已經有半年的時間在營運 而事實上有非常非常多厲害高竿的部落客 他已經巨細迷移從裡到外 把他拍了什麼什麼之類 那時候很多人就會質問我們 就說那你做一個網路上 已經那麼多人報過的 你再去做這個事情 已經沒有新聞點了 那你怎麼做出更不一樣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就說 當然我也去看了很多部落客 他去做這樣的報導 我大概就想到說 我大概知道了 他們都是以單槍劈碼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 其實我非常佩服台灣的部落客 他們是巨細迷移不厭其煩 我常常說他們這樣的旅行 有什麼樂趣你知道嗎 就是他把他所有經驗到的事情全部拍下來 可是我大概就發現說 他少了一個叫製作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在想就是說 如果我有專業的美術跟專業的攝影團隊 跟專業的寫手去報導這個東西 我要一個不一樣的角度去做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做謝宅 當然也是跟謝宅的屋主 跟他們的設計團隊 經過了蠻長的溝通跟拉賽 你這樣說吧 那他們會說 就是我在跟他們一直喝酒 一直跟他們拉賽 然後都不拍 那時候我在找的時候 我到底要怎麼切入這個事情 那時候我後來就想說 我們大概想到就是說 我如果要做這個案例 我不能單純介紹空間 對 要比較從一個設計品的角度 也就是說其實謝宅看似就是一個老宅 翻新變成民宿的一個空間 可是事實上它裡面有太多太多 台灣懷舊跟設計現代化的元素 再來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覺得很感謝那天晚上 我跟那個謝宅的主人謝小武 跟他一起做的游志偉 我們晚上聊天的時候 他們放了江蕙的一首歌 叫做愛做夢的羽人 那張專輯的歌 我覺得那張專輯給了我 極大極大的靈感 就是說其實我都很鼓勵 做雜誌的人 你一定要多聽很多不同的音樂 多看很多不同的電影 或各式各樣的影集 就是雜誌當然也要看 可是千千萬萬不要只看雜誌 因為做雜誌的人只看雜誌 就好像只會在自己的圈子裡面打 那時候我在現場 聽到江蕙的那個歌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二姐的歌 非常的摩登 它從早年的哭腔 進化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完完全全 大概就是那時候 我們在想台灣設計 未來要走的路 就是我們還是要有原來的味道 但是你必須與時俱進 要加入現代的因素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可以這樣做謝宅的報道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用一個比喻 做雜誌的人 是一個雜學家 什麼都要知道 你要跟讀者分享你的觀點 你看事情的方法 即使你喜歡的嗜好 都可以變成雜誌的封面 我覺得你約莫是最認真的藝術家 我們約的藝術家裡面 帶了這麼多來 而且只有一部分而已 這正好是我最近 應該這麼說 我最近剛寫完書之後 我還沒有力氣把這些書 收起來 收回我的倉庫裡面的東西 所以那我都說 我平常 回到你問我平常看什麼雜誌 對 因為我現在比較沒有專屬於哪一本 特定的雜誌 像我以前我做夏冰里 再就專門做設計雜誌 我做小日子的時候 就比較專注在生活雜誌 因為我現在是好幾個 不同單位的編輯顧問 顧問 對 也好讓我的看的領域越來越窄 舉例來說 這個大概會是我們 如果現在票選2014年 最棒的幾本雜誌的話 這本銀作 其實是日本的女性雜誌 但是它裡面 它在處理閱讀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這個封面 其實是它在看 Kindle那個載體 對 所以它在講 這個女生 她怎麼樣去 在不同的地方 當然 女生雜誌嘛 它總要講一些服裝 所以它其實 但是主角是這個Kindle 對 這本裡面就在講說 女孩子怎麼閱讀 就是她怎麼樣去跟閱讀的關係 就舉例來說 像 這幾年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跟台灣很像 台灣現在有很多所謂 地方的小雜誌 這其實是 一個 日本的單位 他們出 東京品川區的一個雜誌 然後後面找到了 廣莫良子 去品川區的一個學校 然後去 你把它想成就是說 可能我們做 台北市大安區的一本雜誌 或是台北市大道成一本雜誌 但是我其實是用找明星 就不只是一般小型 一般那種很小型製作的 那種地方製來做 像這樣 然後再舉一本就是說 例如說這是 我常說這本是 紐約的 它就叫紐約 紐約 對 它其實有點紐約的一周刊 只是它的一周刊 是很美的 所以舉例來說 這是它的秋季的 Fashion的專題 這舉例來說 這是最近的 其實它的食物特技 它就是把那種 活腿 生肉 這樣子拍成一個 可是它是一個 大概一個月會出版兩本 類似一周刊那樣的 一個紐約的生活雜誌 所以我大概分享這幾個 就是其實因為 我本來就非常非常喜歡看雜誌 然後現在正好應援際會 我後來做了雜誌這一行 然後這幾年 幫不同領域的吧 因為我有幫書店 我有幫設計雜誌 也有幫一些比較綜合型的雜誌 你一定要做自己超級超級有feel的東西 因為你做你有feel的東西 你會無所不用其其 去跟人家分享說 對 這東西真的很棒 你如果要回顧在 購物設計時期的時候 你覺得最驕傲的會是 日本特輯 對 日本特輯這一本 這個系列 我真的很想請你好好談一下 是 裡面包羅萬象的日本 那當年呢 這本雜誌我也有 但是借出去之後再也沒回來 其實這對我來說 是這種非常大的鼓勵 那 日本包羅萬象 當然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你們談日劇這件事情 謝謝 對 跟我們談一下當初為什麼會 單身這樣一本雜誌 應該講這個特別專題 大概是從2009年的2月開始 那後來我們2009年 10年 11年連續做了三期 大概就是我在小米里 在最後的三年 我們就固定做的年度的 重量級特別好 特器這樣 那我先 我都常跟人家說 其實我覺得主持人剛剛開場 講得非常好 其實雜誌不只是雜誌 雜誌跟市場 跟社會脈動 跟消費都有關 我們為什麼會2月做 因為其實是 每年的4月 3 4月 賞風跟春天去日本旅行 是台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旅行產業的一個 朝聖 對 尤其今年應該特別重要 對 因為日圓大便 那其實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做日本設計 然後之後 然後我離開小米里 我們新的總編輯 Janny 每年都在這個時候會做 不管是京都也好 或說東京的一些 可能是 不管是新的街區規劃或市場 所以日本的這個題目 通常在每年的第四季跟第一季 是雜誌是非常重點的一個題目 那這是一個 再來就是就像剛剛您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雜誌 我們做一個雜誌 做這種題目要有自己的偏見 對 那時候我就在想啊 哇我要做 我們設計雜誌要做個日本的題目 對 難道我就只介紹一些日本的工業設計 或日本的建築師嗎 對 那就太祥爾當然了 是 因為我們在做蝦片design時期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切入點叫做 買設計 學設計 享受設計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通常我要去買一個所謂的設計品 透過它我可以學到一些事情 可是最重要的 你還要能夠享受它 在生活上應用它 那我們想的是說 我們希望把設計放寬 也就是說 設計不會只是說一個杯子 這是來自北歐的 或說一支什麼鋼筆 或一個什麼藝製 我們希望 可能演唱會也是設計的一部分 那戲劇也可能是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一期的嘗試裡面 就是我們希望去打破 Somersonic 對 一般人對 啊 談設計只能談工業設計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這個 那我覺得這是 我自己覺得很驕傲的 至於你剛剛提到那個日劇 那算是我偷渡的 因為大概 這個也是總編輯的編件 對 那個完全就是一個 我就說這就是我固執跟 跟很偏激的一面 就是我非常希望能夠證明說 能夠在設計雜誌裡面談 你們都覺得 根本就是影視娛樂的日劇 可是其實在我來看 對於很多有趣事物的 無動於衷 就是編這類雜誌 你會覺得題庫被限制的 一個根本的併造 也就是說你一定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 做雜誌的人 不只要多喜歡看雜誌 你可以多看電視 多看電影 多聽音樂 多去旅行 因為這樣的話 你反而就能夠觸類旁通 所以我們這期雜誌 其實最酷的就是我在最後 我跟我大概年輕時候 我寫過幾本書的一個好戰友 阿童 我們一起來談 我們兩個喜歡的日劇 而且你們在這種場景談 你說是不是很過分 那時候其實就是說 我們希望再一個 如果我們在談日劇 因為日劇就是一個非常注重 場景安排跟戲劇性的地方 所以我們兩個約在會議室談 對 那不就煞風景了嗎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阿童說 我們一定要在一個 很有feel的地方 那時候阿童他就固定去 台北市遼寧街一家老公寓 他本來是一個診所 後來因為醫生退休了 改建成一個歐式的咖啡館 所以他覺得非常非常有feel 那場我們就談 我們兩個喜歡的日劇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就已經 有一種你可以說偏激 或是很注重個性化 就是我們不是談什麼 90年代最棒的十部日劇 因為那是一個 可能要有公正的評選基礎 我們就談就是 我們要談的就是 我跟你喜歡的 譬如說我們很喜歡 木村拓展 為什麼 我們就是這麼任性的想要談他 我們就是這樣喜歡 但我們要說出一個道理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 後來是出乎意料的有迴響 這也讓我更確定就是說 你一定要做自己 超級超級有feel的東西 因為你做你有feel的東西 你會無所不用其極 去跟人家分享說 哇 這東西真的很棒 那我後來也是跟很 用這樣的標準去跟 我在編輯團隊裡面的同事說 我說 你不要把它想成 因為他們想說 要跟總編輯報題目 一定是很無聊的事情 我說 一定要把我想成 我是跟你在咖啡館 你要跟我分享說 我最禮拜發現了什麼 有趣的事情 你就用你跟你姐妹淘 分享事情的口吻 來跟我講 因為你如果這個題目 你自己都覺得毫無興趣 我想讀者也覺得 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吧 我其實從這幾頁裡面 感受到總編輯跟對談的人 對日劇強烈的喜愛 那個片子 其實從這幾頁看得非常清楚 像這樣一篇的對談 到最後事實上 刊登大概都是大概 一萬兩千字 可是事實上 我們這種對談 大概都談兩個小時 所以當我拿到逐字稿的時候 大概都是三四萬字 這其實後來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麼樣的濃縮 並且把它結構化跟敘事化 那我記得在 其實我很享受 這樣的一個叫做 很繁重的編輯過程 因為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聽很多日劇的歌 對 你就要去聽 我總理到大河拜金 我就要聽聽米西亞那一段 我總理到什麼時候 要聽聽那一段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 其實那是一個編輯工作 非常非常享受的過程 是 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 其實到現在已經16年了 16年之間台北真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再讓你選 在台北生存的你的理由 黃慧榮的理由有沒有改變 或是你想要加進什麼 其實好笑的是改變的可能不會太多 真的嗎 因為應該例如說我覺得 它可能會有一些增加 舉例來說 我們在1998年的時候 我們在書店的那個類別裡面 我們就只選了成品書店 是 所以你現在回來想 你看1998年是個 1998年是個Amazon都還沒有創立 就是 可是你現在你可能在台北 你會覺得可能 例如說可能伯克萊是很不錯 或是獨冊這樣的網路書店 還有其他的選擇 因為還有像PC Home 因為你現在買書 有太多太多很便捷的管道 那更重要的是 例如說我覺得那個時候 二手書店還沒有那麼紅 而且那時候光華商場 還沒有整個被拆掉 還沒有拆掉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買舊書店 都是去光華商場去找 沒錯 可是事實上現在台灣的 或者講台北的二手書店 事實上在華文圈是一個 非常有特色的 所以像這些 我應該這麼說就是說 類型上我大概不會有太多的變化 但是在選項上 因為書店 我跟不管是 特別是跟 不管中國的朋友來台北 或是很多外國朋友來 我每次帶他們去逛那些 二手書店什麼之類 他們都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當然台灣的書店也很棒 例如說像我們24小時的書店 對 還有很多獨立書店 就是奇景 對獨立書店也是 再來就是吃的東西吧 我想吃的東西會變化比較大 但是因為像我們這種 已經有點中年的人 都是有點懷舊 就是會懷念某些可能是 例如說 永康街哪一家的牛肉麵 或者是可能 泉州街哪邊的某個乾麵 對 或者是大稻成某個幾塊的 什麼魚 什麼米粉 什麼之類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一個城市 就像我們去國外一樣 一定要有一些 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不變的老味道 然後它也不要變大 對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算是長民生活的一個魅力 對 所以我只能這樣說 一百個理由 我們當然有想過要重做 不過後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五個人也太忙 還有就是說 我們如果能夠reunion 大概也很難在創作新的 反而就是說 當然我們會各自交換一些 各自在城市裡面新的發現 那整個來說我覺得是 一百個理由 1998年的版本 紀錄我們那一代的青春 那現在 現在其實這幾年有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在台南的朋友 在東部的朋友 他們在做 屬於他們的城鄉的生活的理由 我覺得也很精彩 也許我們可以期待 更多其他的城市寫 對 我活在台南的一百個理由等等 對 好 最後我想要問威榕 雜誌對你來說是什麼 圖影像跟文字的一個複雜的 多情的介面 而多情就是說 它有理性的部分 但更重要是有情緒在裡面 所以一張照片 或說一連串的照片 跟某些文字 因為我們 我是唸文科畢業的 其實我覺得 我進雜誌圈才開了眼界 也就是說 寫一篇好的文章 其實不夠 你可能要有好的標題 好的圖說 好的某些抽研 跟所謂的文字體 文字的這些片段的組合 特別特別在這樣的一個網路閱讀世代 對 我們不管透過PAD或透過手機 其實我們現在人去理解一件事情 你的文字其實是要多角度的 對 但我覺得雜誌正好是做這件事情 非常棒的一個媒體 所以才是我做了這麼多年 雖然做雜誌也蠻辛苦的 也賺不到什麼錢 可是你有點樂在其中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能夠把 而且真的是一輩子都在學 就是怎麼把影像跟文字 做一個有意思的結合 好 今天非常謝謝威榕 來跟我們分享你的雜誌 就是也希望你繼續帶來很多好雜誌 讓我們可以留存 然後我再也不會把它借走 一定 謝謝